我們先看一下專案的儲存 您可以從左上角這邊 事實上說真的它也有錄影的功能 有沒有發現 只有錄影功能 所以如果你不要用OBS錄 用這個錄其實很好啊 那我們先從這邊做一個儲存 老師應該都認為這是磁碟片吧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年代 現在小朋友都知道這個叫記憶卡 年代不一樣 像圖示長的一樣 那個意義不同 好專案檔它叫做 比較長一點APP 有沒有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了解了 好雖然長一點沒關係 好我們把它儲存 好存好之後要哪裡輸出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做導出 就是這裡按一下 那它的輸出呢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軟體它基本上 所有功能大部分你都可以用 只是你有用到付費功能 輸出的時候會有浮水印嘛 對不對 那我們的輸出視訊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你按下輸出視訊 它預設就是變成MP4 有沒有看到預設這個格式就是MP4 那它就照著我們在左手邊的這個時間 就是這樣子做輸出 所以你看到影片就從這樣播下來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做教材 是真的還蠻好用的一個工具 因為你都不會有錢的問題 直接拿了就用 那我要給老師看一下另外一個 因為它既然叫做數位教材用嘛 其實它另外一個很強的是做網頁 網頁的教材 那你看我把它按下預覽 我稍微把剛剛那個影片縮短一點點 這樣我們輸出的時候會比較快 您待會看到它變成網頁的樣子 那這個 這種教材有好處 好已經輸出好了 您看一下囉 來自這邊 首先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浮水印 有沒有 這個啊 這個就是浮水印的 你不能這樣不明顯就說沒有 好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頭影片 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如果老師 你把它發布成這種教材 有一個好處 今天我要看這裡就點下去 有沒有就回到這裡 點這裡是要看第二個 可是如果你這次影片 它就繼續播下去 有沒有下面有控制的時間軸 這樣您了解意思了嗎 也就是說 平常老師如果您的教材是 投影片就是PPT的話 你一定是點了自己去打開PPT嘛 可是你講解的內容 就只能靠你自己啊 但是我這樣錄下來之後 它可以透過投影片同時看到 又能看到你自己準備的內容 這樣OK嗎 這個是它另外一個優點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學習也很好 那如果說老師需要調整 我不要叫換燈片1 換燈片1 換燈片3 可以嗎 可以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PowerPoint PowerPoint每一張投影片都可以命名喔 所以我們這裡也是可以的 你點到它 你看我假設我點到第一張投影片 你找到右手邊 右手邊就是它的屬性 一般這裡打開 有沒有看到這個叫換燈片1 所以如果你這裡改了 比如說這是單元1 單元2 那他們下次呢 再看這個 這裡的時候 這裡就是單元1 單元2 這樣就會看得更清楚 好 所以這個地方是它 如果你把它輸出成 所謂的網頁的時候 它就會產這個資料夾 裡面有網頁 那你的影片也會放在裡面 所以你打開網頁 就會看到剛剛的這種互動式的 學習方式 好 可能今天的時間大概只能到這邊 不知道老師您覺得 今天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覺得轉盤最好而已 哈哈哈哈 還有雲端去備很重要對不對 嘿來來來來 剛兩位老師有上來了 當然不能讓你白白犧牲嘛 所以我有準備小禮物 哈哈哈哈 您坐在那裡選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遠距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幫老師準備一下 這裡 我有準備這個東西 蛤 這裡 蛤 蛤 這個叫做食物投影機對不對 遠距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啊 來 老師看一下 你要 一隻啊 不要老師整包把我拿走 哈哈哈哈 要筆記本 還是要 3D列印的 我有準備小禮物 哈哈哈哈 兩位老師 兩位老師 來來來來 兩位兩位 剛好就坐在你兩個旁 你的兩個旁邊 你看 這樣多麼不公平 左右都有 就我沒有 哈哈哈哈 有啊 你有出來啊 你忘記 我有記錄了 老師你在這裡 你看我都隨時把你叫出來 哈哈哈哈 你要哪一個 我要恐龍 好 好 好 謝謝 恐龍恐龍 恐龍有兩個顏色 好好 那老師你要什麼 我要小魚 你要小魚 糟糕 怎麼都沒有人要筆記本 跟這個呢 這個上面有寫字有沒有 要加油啊 多喝水啊 哈哈 這是鉛筆 謝謝 這是宜蘭的 哈哈哈哈 宜蘭的那個觀光工廠啊 對對對 有沒有早睡早起身體好啊 很好啊 但是也是就失去了那個 哎呀 啊糟糕你要怎麼幫我這樣 不行啊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那我會把我們今天的那個 上課錄影片傳上去 也會幫老師加上字幕 哎 對對對 因為字幕也是AI幫我們產生的 對對對 所以現在AI 真的可以做蠻多事情 對啊 就辨識我的聲音 然後幫我們產生字幕 當然會有錯啦 但是就是 至少口語化的部分 還算正確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現在真的AI越來越多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如果老師 後續使用上有問題的話 我在這邊 簡報第一頁 有我的聯絡方式 這裡 你點到我的部落格 那部落格上面 有我的信箱 有我的信箱 點下去 在這裡 這樣有看到 這邊 當然你到我的 YouTube頻道留言也可以 因為我有經營兩個 YouTube頻道 哈哈哈哈 已經達到營利標準這樣 OK 好謝謝大家 謝謝